而且不去贪恋我们自己所没有的 陈牧师我想问问你 有没有一些什么实际的方法 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一种妒忌的感觉呢 然后一些具体的我们从生活上面 就第一我们里面有这些情绪出来 感觉出来的时候 我们要去面对它 不要变成内疚 不要认为妒忌是不好的 要去来到自己分析一下 反省一下是什么事情 令到我到这个妒忌的情绪有发作出来 然后找一些好朋友 找一些有经验的牧师辅导员 一起去商量分析一下 然后就把这个情绪变为正能量 变得羡慕 变成能鼓励的一个目标 然后定一些计划去达到我应该要的 在这方面呢 是需要自己跟旁边的人一起 然后当然心里面的满足一定要靠上面来的力量 信仰的力量是能够帮助我们的 另外一方面呢 当我们在这个唯一这个夫妻关系 这一种的关系就一定要保护 一定要能够在当初有这个妒忌的情绪出来的时候 一定要在夫妻之间要有沟通 甚至如果两个有一些可能障碍的时候 是要找一些辅导员找牧师来大家把这个问题来到去分析一下 看看有些什么的步骤呢 能够来保护婚姻的这个独一的这个亲密的关系 我想这些就是很重要 对有时候呢 立志行善由得我 但行出来由不得我 不是我们不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做 但是我们做不到 但圣经说感谢神 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做 神可以帮助我们 可以加添我们的力量 去面对我们自己的情绪 以下有一位姊妹Carol 她会给我们分享一下她的见证 为什么她可以没有妒忌的心态呢 我记得啦 我小时候在学校 经常发觉那些同学 他们经常都有很多零用钱用的 小时的时候就去买汽水喝 买零食 或者甚至乎放了学都会去街外那里买玩具 买一些可爱的文具 小朋友来的嘛 小时候当然很羡慕 她回家和妈妈说 提到这件事的时候 妈妈就教导我们 她说为什么你要去和人比较呢 或者去羡慕别人有什么 甚至乎到的人有什么呢 想想你现在自己有饭吃 有书读已经很幸福了 因为在世界上 有很多其他地方的小朋友 根本不要说读书 连饭都没得吃 所以到现在 我竟然将这个教训 紧紧记住在心里面 所以当我看到人家有一间大屋 我的房子这么小 或者人家会驾驶很漂亮的新车 我为什么还在驾驶一辆十多年的旧车呢 我从来都不会觉得自己的自卑 给不上人家的自卑 甚至乎说羡慕妒忌 尤其当我认识了主耶稣基督之后 我更加懂得为自己所拥有的东西 而感恩 而且我还会为一些有需要的家人 或者朋友代讨 我记得很多年前 当我们刚刚移民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哥哥就开始申请政府的首次房屋 接线鬼计划 他也很想在小米特尔可以买到一间屋 因为我们几兄弟姐妹都在小米特尔居住的 如果是在房屋买屋 大家都有个照应 但一申请就很多年很多年 直到我的侄女差不多大学毕业那年 都还没有消息 我开始就有点担心 因为怕侄女毕业工作之后 他们整个家庭的入息就会提高了 因此也可能丧失了那个资格 我唯一可以为他们做的就是继续祈祷 很狠切地祈祷 但我们的神是真的很信实的神 亦是一个遂听祷告的神 就在我的侄女毕业前几个月左右 神就把这间屋切给我哥哥 一家人当然很开心 直到终于装修好了 我们就一起去参观他的新居 去到法国原来不单止是地点好 又在San Mattel 因为真的如我哥哥所缘 地点好 交通方便 有正宗戴皇 你还进入他的房子 原来也很阔乐 还有一件事就是 他竟然是面对一个很美的公园 总之要说他有多好就有多好 你想不到有多好的他都会有 在那一刹那很奇怪 我本来很开心的心情 但今时觉得很不开心 我竟然有一间妒忌 还去跟神讲 心里跟神讲 神啊我为他们祈祷一间屋 你用不需要给到这么漂亮 这么好 但是在那个话音一落之后 我就听到一把声 在我耳边响起 他说 在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说的吗 我赐给你们的 是比你们所想所求的更多 我当时好像被人挂了一大巴掌 整个人都醒了 我觉得很惭愧 我一直都去为哥哥祈祷 刚才我来的时候 其实都带着满有感恩的心 很开心的心 来看哥哥的家屋 但是为什么会突然间觉得妒忌呢 我知道这其实是我的罪 在那一剎那 我真的很感恩 神的恩光照耀我 让我看到 其实埋在我们人的心处 在内心的心处 或者很隐蔽的地方 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的地方里面 是有罪性的 我感恩的是 神照耀了我 让我看到我自己的罪 又能够立即马上去到神的脚前 恳求祂宽恕我 我认罪莫悔改 求祂洁净我的罪 宽恕我罪 在这件事里面 我其实学到 原来只要小小的妒忌心 就可以令到引发我们 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情绪上失控 甚至乎有时候 你还会带来一些伤害 这件事也让我们更加知道 如何去醒觉 去警醒 不要被一些这样的妒忌 而是拿了奪走了 我们在内心里面的喜乐和平安 还有一件事要学习的就是 我们每天都应该去 细细数损神的恩典 因为如果你这样做的时候 你就会发觉 原来我们手上拥有的东西 其实已经很多很多 那为什么就遇到的人呢 Carol给我们看见的 就是她在神里面找到满足 所以她可以不去跟别人比较 也可以带着一个平常的心理 去面对去接受她一切的事情 欣赏别人的成就 那我现在想请成务师 就会我们观众朋友们去祷告 也求神去压添我们每一个人的力量 祝福我们 帮助我们 好吗 好 好 谢谢 好 请各位关注 我们一起安静我们的心 一起来祷告 好 亲爱的天父 我们一起同心的来到您面前 我们感谢赞美你 因为一切美好的事物 都是从你那里来 赐给我们有生命 有气息 有我们的家人 有工作 有学习 有各样日常的供应 我们求你给我们心中能够有平安的心 冷静地来看看 我们欣赏我们有的 特别是今天的生命 健康 跟我们的亲友 主啊 我们求你给我们 能够接受我们现在自己的地位 能够来到享受我们身边一切有的 我们的食物 我们的衣服 我们的住处 有求你给我们看见别人的时候 心中能够知道 这是我们羡慕的时候 我们要努力地去争取 努力地来工作 努力地来达成这些目标 主啊 也为别人祝福 看到他们所有的 也是你所恩赐的 主 我们也求你 帮助我们兼顾我们的爱情 帮助我们在婚姻夫妇上面 我们能够从一而终 我们坚持这个婚约上面的誓言 我们一生一世都要保护这一段的关系 我们彼此增长享受其中的爱情 不让别人来到夺取这一种的关系 求你帮助使家庭能够恩爱 夫妻恩爱 家庭和气 和和气气地能够团结 在你面前 在世人方面 做美好的见证 谢谢主一切的恩赐 使我们心中能够有这种 平安 喜乐 满足的感觉 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 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亲爱的观众朋友 圣经里面说 要常常喜乐 不助祷告 凡事谢恩 我鼓励大家 自己在平常里面 也可以祷告 也可以感谢全能的真神 把你的需要告诉神 神一定会与你同在 会帮助你 祝福你的 让我们一同的来学习 不把我们的目光 放在别人的成就 和自己的缺乏上面 而单单定睛 在仰望神 在祂的身上 祂的丰富 祂的恩典 让我们带着一个感恩的心来活 也当我们看见我们的家人 我们的亲友 当他们发挥他们的独特性 他们成功的时候 我们也带着一个欣赏的心 来鼓励他们 希望你愿意以神为乐 以神为满足 你知道在你生命里面 你可以带着平安 喜乐 可以过一个精彩的人生 我们欢迎你到圣马雕社区进行会 或者是你家附近的基督教会去 希望你可以在里面 经历神美好的旨意 而且在基督里面 认识真正的自己 接受自己 继续荣往直前 谢谢大家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也非常谢谢陈牧师 今天来做我们的嘉宾 分享你的意见 见证真爱 国处精彩 我们下周再见 各位晚安 晚安 星马雕社区赠讯会 是由一群蒙神呼召的美国华裔基督徒 分享主耶稣的爱 以人爱服务社区 以忠信培育信徒 这里有神的同在 有人间真爱 这里是人生港湾 是听心家园 欢迎 有粤语 国语 和英语的聚会 欢迎你 和你的亲友光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